他們死掉的一個士官 就在直升機司司裡面死掉的一個士官 叫做董耀明 陸軍士效的 叫做一個中士 那個行兵戰衛兵站在臉上 聽到腳步一聲走過來 士官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前面就這樣 也就停了一步 看了一下就走 然後就走了以後 走了以後裡面不是有安全士官嗎 安全士官就聽到他外面在跟那個士官進行 他看到士官嗎 好 班長好 好 裡面還有一個士官進行 你們叫誰啊 沒有啊 那個有一個士官進行過 誰啊 因為你畫過他前面 你安關在裡面嘛 衛兵在這裡 畫過這邊 誰啊 沒看到你進行過 有啊 剛剛走過去啊 誰 什麼班長 董耀明 你不要亂講喔 沒有啊 董耀明啊 中士啊 出了一個戲 你不要亂講喔 真的啊 董耀明剛剛從我前面 他中士 我都不認識啊 喔 當兵呢其實啊 當兵有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是我個人最怕 就是部隊裡面呢 常常有些怪聲音 或者是一些怪事件 那這個當然這個軍中鬼王 鬼王 當然在部隊裡面真的有很多的鬼故事 那可能的原因就是因為軍營在那個地方 可能有的時候都是幾十年了 對不對 老軍營了 那多多少少會有一些 在 亡魂 臨界的朋友在那邊 那曾經在部隊裡面遇過臨界的朋友的 可不可以為我們講兩句 鬼王 我碰過 那我碰過一個我覺得最絕就是 我們單位裡面我們有一個操演叫做空中機動 就是越戰做直升機的這個動作 我們叫做空中機動 那我們有兩架直升機在空中機動的一個表演裡面 你才編隊 在編隊的時候兩架直升機就失事了 那這一怪事件就發生在那裡失事以後 都發生在失事以後 首先是我休完假回來 我休完假回來知道這個出事的事情 然後屍體都填在我中正堂裡面這樣 然後我就接到上面那邊說 這個七天以後陸軍總司令要來攻擊 所以我要做一個很大的墓碑 多大也沒有人有概念 怎麼做也沒有人有概念 誰做過墓碑啊 沒人做過 就丟這樣一個公差 然後我就跟我徒弟兩個 一直做那個墓碑 不會做嘛 就弄很久 弄到十二點整 晚上十二點整 我那個工作室的旁邊 那個有一個很大的玻璃 夏天很熱 有一個很大的木頭玻璃 我們在那邊工作都很安靜 畫畫畫 突然 那玻璃窗這樣 打了一下 然後大家就 我們就嚇一跳 這個嚇一跳走 我就想說 那窗戶是 你就很自然過去窗戶那邊看 我走到窗戶那邊過去看的時候 窗戶的那一側是福利社 福利社的後面是他們福利社的寝室 我走到那個窗戶旁邊的時候 我就 你越靠近窗戶 就越聽到外面有傳來那種 電視機轉播籃球的聲音 你還很清楚聽到是 富達人在轉播籃球 那個年代 轉播籃球 為人球是被這樣這樣這樣 你越近越清楚 可是你到了這個窗戶邊 看得到福利社的那個寝室的時候 它又沒有任何的閃燈你知道嗎 房間也沒有任何的燈 然後我就再走回來 你一走回來聲音就更大了 你再往前走 你只要很靠近窗戶的時候就不見 越靠近越靠近 越來越遠 可是靠到窗戶 聲音整個不見 三次以後 我就跟我徒弟講說 我覺得 是 很怪 接著我就聽到一個腳步聲 跑步 皮靴的聲 很快從禮堂後面 跑到我樓下 敲門 很快 那我就說 誰 李文龍啊 後面放電影 李文龍啊開門啊 我說幹嘛 因為你這樣一個連串動作下來 你還是很緊張 開門啊幹嘛 我說 我說你在幹有什麼事啊 他說你先開門嗎 我說到樓下去開門 開門 開門 幹嘛 你剛剛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說 沒有啊 我剛剛很奇怪耶 我跟我徒弟在聊天 那個吉他的弦斷掉了 那他是原住民 聽得出來 聽得出來 沒事就是喝酒 彈幾下唱歌 那我覺得弦斷掉很正常 我說弦斷掉 那你明天早上去換片的時候 你在去買弦嗎 不是啦 六根淺斷了 我說怎麼弄的 沒有彈就是沒有彈嘛 放在腳邊就斷掉了嘛 真的假的 那不曉得應該沒事 你就睡覺啦 你跟徒弟不要再混了 趕快睡覺 我把他們趕走 趕走後沒多久很快就把他做 我就把那個墓碑做完 一個大的一個小 小的要在我們呂布做公計 大的要拿到那個公計場做公計 然後我就抱那個小的 我徒弟就抱那個大的 我們就走到那個 那個呂布的正戰室的辦公室 要把他放在正戰室裡面 那我就想說 要二字會去下的軍官 就把那個大墓碑 就放在那個參謀官的桌上 然後放一個在文康官的桌上 一大一小 放了 我跟我徒弟兩個走 就回去了 回去以後 我就跟我徒弟說 那不早了 那你就先回雷子上吧 每天早上吃完早飯再過來 好 是 去學校 走了 走了我就一個人回床 我就一個人回床 沒有路燈 沒有路燈 沒有路燈不會怕 接著我就走上二樓 走上我的工作室 門一開 一到工作室 我自己 我整個人都傻掉 我都快瘋了 那個小的墓碑 就是我做的那個小的墓碑 就在我工作室的桌上 就放在那個什麼 誰的桌上了 文康官 文康官 大的我放在參謀官桌上 小的我放在文康官桌上 小的我放在文康官桌上 而且小的是我自己放的 小的是我抱的 所以還是不能亂弄 對不對 他這次是怎麼樣 就是你 你不尊重他 你開玩笑嘛 然後其實就是 陸陸續續 後來還當免還有很多日子 陸陸續續 你才收集到很多東西 發現那一天晚上 其實有很多事情 那一天晚上 那個死掉的連長 43年的連長 43年的連長 叫做鄭長流 我現在還記得 我現在都還記得 鄭長流 他喜歡聽籃球 籃球那個 他常常半夜就是 收音機開小小聲這樣偷聽這樣 他死了那一段時間 他們連上的兵 常常發現 連長是怎麼 有燈 然後有籃球的聲音 然後還有一個新兵 碰到那個 他們死掉的一個 士官 就是在直升機師室裡面 死掉的那個士官 叫做董耀明 陸軍士校的 叫做一個中士 那個行兵站衛兵站在連上 聽到腳不一聲 走過來 然後士官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前面 那個士官走到 那個士官走到他前面的時候 也沒有特別 就衛兵嘛 然後就這樣 停下這樣 也就停了一步 看了一下就走 然後就走了以後 走了以後裡面 你不是有安全士官嗎 而且你突然就聽到他外面 在跟那個士官進行 還看到士官嗎 班長好 裡面還有你士官聽到什麼 你們叫誰啊 沒有啊 那個有一個士官經過 誰啊 因為你跨過他前面 你安關在裡面嘛 衛兵在這裡 你跨過這邊 誰啊 沒看到你經過 有啊 剛剛走過去啊 誰 什麼班長 董耀明 你不要亂講啊 沒有啊 董耀明啊 中士啊 我剛剛就做了一個戲 他真的不要亂講喔 真的啊 董耀明剛剛從我前面 中士我都不認識啊 喔 好 董耀明掛了七天 當天晚上 以前 我站衛兵 一開始站 晚上站衛兵都很無聊 都這樣這樣 站站站站 然後兩個站很遠 我在這邊 那邊 怪聲 口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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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站到這個門 還有聲音 我就這樣 拉槍球 你去拉槍球 你去拉槍球 就是不要鬧了喔 然後就站很遠 我都不會去追究這個 後來發生什麼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再不行就 還不行就先上 做一些怪事就對了 這個是很可恥 那個當兵真的 常常遇到一些 這個半夜的怪事 還有那個什麼 部隊裡面有那種 靶場不是都有那個 一個設計獄襲的那個 一個銅像 銅像對不對 對 很多人當兵不知道為什麼 就嚇了臉發白了 發什麼事了 沒有啦 剛剛那個銅像 手放下還說手好痠這樣 常常有 有 常常有這種 我們學校有一個四期的 我是三期 他是憲兵 他當兵是特勤隊 剛才給他槍了 剛才給他槍了 我那時候已經退伍 我每天騎個摩托車 在做房地產 我想半夜去找他玩 我是經過 因為我在內湖 突然想到 對 我在內湖喝酒 然後要回中和嘛 要經過大職 我說他剛好 看他在不在 結果我就騎個摩托車 原來很遠 那時候半夜大概一點多 他就站在大門口 憲兵很屌 他特勤隊 他騎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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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我就一直 我就一直被狂笑了 我真的輸了 還特勤隊 他騎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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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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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手